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就是公民嘛我们都有这个权利就是要来做投票动作就是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要选的人对就是把自己的一票投给自己比较喜欢的候选人对 每年开始台湾民化下修行的年纪到18会为都要来让这些青年买党来参见 今年3月25日你欢迎以一百控告票专售通过18会公民团表现发的提案 营出这次除了选出管长、管宜丸、雄丁丁丁 也还有一行关于18会公民团的港导 很多民众是因为18会太少年没法进口来做生意 为民众是感觉让少年人多多来参加国家台湾是一件好事 不同意啊,因为他还太小,他心智还不够成熟啊 对啊,他很多都还是要靠父母亲,他哪有办法自主,不可能啊 我觉得18岁太年轻了,还是需要就是有20岁,比较有自己的思想 然后账头比较会有公信力 未来的一些走向还有政治的决定是有关他们的未来 那如果说他们也能够参与,早点投入的话 对于社会的东西多了解,就比较不会那么冷漠 投票之前就知道有公民权这件事情 个人是满支持,让18岁公民参与公民政治 这样就可以促进男人老是要一起来关心国家的事情 无关是支持还是反对,民众都很拥有来导致新鲜的机票 相信逃过参举,可以减加路线台湾的民族和自由 记者李维典,藏龙报道